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好 那3DSMX的BOM 好 Create Help 那個Standard 然後BOM 好 那在建立的時候 其實它已經可以讓你選你要 直接要啟動什麼樣的 IK Solver 直接可以直接啟動 就是直接勾選 Azine to Child Azine to Child Current 這個部分 指定到子物件的部分 就可以直接啟動 那我們先試做一下 如果沒有 它做起來就這樣 好 那我直接啟動 好 那就會建一個 那剩下這裡就要再追加 再做下去 另外再做下去 好 再產生一個 可以看到 這兩個結構其實沒有連在一起 這裡並沒有連到這 它現在是分開的狀態 就是 這是沒關聯的 好 現在是沒關 這兩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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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現在不會 有這個 Solver 但是不會連動 這邊是沒Solver 所以你在建立股價的時候 可以直接 開始建 好 這是一個方式 另外 如果 如果你一開始就要的是 Sprime Caseover 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什麼叫Sprime Caseover 通常我們用來做脊椎 好 脊椎 那 看一下 脊椎從屁股開始往上點 好 那這樣子 它就會問你 會跳出一個操作視窗 好 你要出來的線是 就是 是貝茲曲線 還是Nervous曲線 然後上面有幾個控制點 預設是跟著關節 你也可以減少 好 也可以減少 我們先看一下 預設跟著關節 這樣 那這些 能幹嘛 它就是 你的骨架就會被這樣子 這條線控制 好 骨架就會被這條線 所帶動 你的 呃 就可以做那種軟軟的 像蛇或觸手的東西 不過一樣的 其實這需要寫 呃 就這幾個 輔助物件 粉紅色這一堆 它的IK解算器 就必須 讓它有關聯性 好 要寫算式之類的東西 才能夠做 比較好的控制方式 好 呃 像一些 呃 像彈簧類的東西 或者是觸手擺動 自動的帶動 通常這是有寫 連動功能的 嗯 好 那 這個就是 SpriteIK 那如果你不是用 Maze的Bone很特別 好 因為它有一些奇怪的功能存在 好 首先呢 它的Bone都有參數 長寬 呃 其實這並不影響 股價的 應用 就是 這個長寬 其實並不太會影響它的結構 呃 但是其實會 但是會影響一個東西 會影響Skin 你上Skin的時候的包覆功能 比如說現在股價雖然長這樣 可是如果你啟動 或者你弄得更寬 或者你啟動這個騎片 那 原本BoneSkin的時候的權重 本來應該長這樣 它會自動變橫的 因為它認為 這跟股價比較 變 好 那 像這些功能都是 但是 一般來講 正常的 通常大部分的軟體的股價 不會提供這種 像這個功能 好 騎片 那騎片還可以調整 好 還可以調整方向 而且騎片分成側邊以外 還有前後 前後各一片 好 那所以 如果你是要做一隻魚 那我只要一根 一個股價 如果是一隻魚 那我們股價 就只要 先隨便畫一下 好 然後 就可以在這裡 幫它加 Siphene 好 那你可以把它弄尖一點 再捡一點 再捡一點 好 但是這個股價其實還是只有這一根 那個造型 事實上跟 嗯 股價的方向跟應用 比較沒有那麼大的觀念 但你可以改 好 然後呢 股價也可以改顏色 也還有其他的變動 我們先看一下 呃 在Mesh裡面的股價的意思 其實只是很單純的說 我告訴這個程式說 這個東西是股價 所以 股價是可以右鍵轉成edible party的 它還是股價 然後 我可以編輯 這樣也還是股價 嗯 然後 你高興給它個 Turbo Smooth 它也還是股價 就這個部分來講 嗯 你可以用股價做出你想要的造型物件 甚至於拿它來做動畫都可以 只要動畫都可以 但是 前提是 股價預設是不會被Render 如果你要被Render 這個叫啟動 好 就如果你要做動畫比較特殊 的話 只是 你不想要再做一個模型 你就拿股價來改 是OK的 好 但必須讓它是可Render 才看得到 好 所以 呃 所以你已經知道我們股價 每一根股價有它很特別的 尺寸參數這些東西 好 那 啟動一下另外一個控制面板 整個股價的結構 好 呃 如果你要編輯它 要從這裡 Animation 崩兔 這裡有一個 專門用來控制股價結構的功能 好 為什麼呢 這個 我比方說我現在只做了一根 但是我想修改 就要進入 Bone Editor Mode 我可以在這裡面 再做 Refine 截斷 就像我們在做 模型的編輯 Refine Edge的Refine一樣 截斷 好 或者我再建立新的Bone CreateBone CreateBone 然後 我也可以讓 這個是選到了 RemoveBone 欸 斷掉 那我希望他們把它接起來 選一根Bone ConnectBone 接起來 好 那ConnectBone 然後 呃 這裡還分成Delete 它會再出現一個 Root 還是Remove 它就是 接上 這兩個不一樣 移除跟抵立 刪除又是不一樣的東西 好 那 然後呢 我想把副物件 現在的副物件在這裡 副物件是這一根 方向性是這樣 副物件在這邊 那我想把副物件換邊 那我想把副物件換邊 reasite root 反向 反過來 現在副物件在這邊 好 副物件在這邊 那為什麼我現在動的時候不會整體一起動 我在Bone Editor Mode 這個模式底下 我可以移動關節的長相位置 隨時 這個時候是最自由的時候 一旦離開這個模式 那就回到 好 Hirarchy 鏈結是存在的 好 那 使用這個模式如果你要Miro骨架也要在這做 好 你要鏡像骨架 在這邊處理 鏡像哪一個方向 好 然後骨架的軸要翻哪個方向 鏡像軸是XY還是YZ還是ZX 這些都可以在這切 如果你要做鏡像骨架的時候 好 像這樣子的一個 鏡像骨架 翻下來一點 好 那 骨架呢 也可以帶顏色 好 骨架可以帶顏色 而且可以帶漸層色 就是 比方說我們常常在用的都是藍綠 左邊 左邊 左手 左手一個顏色 右手一個顏色 所以藍色 OK 然後 下一個顏色 深藍 OK 而在 選法 交換 刷 刷 好 紫物件 就是 副 紫 開始是副物件 結束是紫物件 然後我就得到 漸層變色 好 我就知道骨架的方向 然後副物件紫物件 因為通常萬一 如果你把它編輯成 呃 出息都一樣 就是沒有 Taper 那 那這樣誰是頭 誰是尾 看不出來 就可以透過 顏色來辨識 好 那在 公圖裡面 你就可以選 所有的股價 一起調參數 就可以做這件事 在這裡 好 如果你在這個地方 就可以同步 一起動 好 那 呃 然後呢 也可以copy paste 比如說我做這一節 做一下 Taper 50 然後有 Fone Thin Back Thin 好 那 我想要後面都有 可是我剛剛沒有一起做 現在還是可以做 Copy 然後一起選起來 Paste 他們會得到 一樣的參數變化 好 那底下 在底下 有個物件屬性 這裡就是 你怎麼讓 物體變成骨架 就這個地方 就是這裡 好 好 有沒有看到 這裡就是 它是骨架 崩 好 然後骨架的特色是什麼 長度固定 Freeze 好 長度固定能夠強 骨架不能 然後在做縮放的時候 會 一起變動 不能伸縮 我們正常的骨架是這樣 所以如果你要一個 3D物件是骨架 就把這裡打開就死了 它就會變成骨架結構 那在Display面板裡面 你要隱藏骨架 就全部隱藏 如果查骨不是骨架物件 隱藏骨架的時候 它不會隱藏 好 所以 呃 在Max裡面來講 就是 很單純 任何物件都是骨架 骨架其實就是模型 就是有鏈結關係 自動生成 好 那未來 如果你有很特殊的需求 需要骨架是可以 變長短的 那就要來這邊 把這個Freeze Sense 這個東西關掉 那在這個時候 骨架就會出現這個功能 我沒有在Fone Editor Mode 我沒有進這個模式 我現在是直接這樣做操作 它就可以伸縮 那 如果你一旦要做到伸縮骨架 那當然 就更需要寫 控制式 好 才能夠做這樣子的聯動 操作